- 新秀巡迷的系列影片 - 新秀巡迷的系列影片 在永狐大戰第四戰的第四節 之前在首輪對決灰熊隊僅上場16分鐘的狼妮沃克 扮演了關鍵先生並且單捷砍下了15分 他可謂是胡人隊可以拿他3比1優勢的最大功成 而在今天早上的10點 永狐大戰很有可能會告一段落 當然我也是不知道結果的 因為我現在在錄影片當下的話 比賽還沒開打 那我自己是覺得胡人隊應該會直接贏下來4比1 並且進行到下一輪 應該是這個樣子啦 不過永狐大戰的輸贏的話並不是本集的重點 我現在想要回到2018年 那個時候Lonnie Walker是在首輪第18輸位的話 被扮演到你要馬翅隊所選到 當時各路媒體都對他抱有非常大的期望 甚至我還特別搜尋了一下 當初的天斯蓋大大還有說 他認為他跟Deejaninmory的後場組合的話 可以成為未來馬翅隊的希望 後來證明Lonnie Walker就只不過是一個普通的綠葉球員 那我們現在回到當初的2018年的時候 我們來根據當時的選秀報告 來調整一下他整體培養的方針 首先他的優勢的話擁有接觸的身體條件 他的二號位並不知虧 甚至他的長臂可以去讓他守到三號位 那第二點他有非常快的閃電第一步 這奔跑的既難印象的話也是相當的優秀 接著鏡框的手感不俗 得利於他強壯的體格 在衝擊藍光的時候並不會去對抗 突然動作緊實又迅速 突然動作緊實又迅速 有運球之後直接拔起跳投的能力 然後擅長打反擊快攻以及擁有精英級別的防守能力 接著來講到劣勢的部分 他的無球能力需要加強 把他當作一個撤擊球員的時候會打得比較掙扎一些 然後球場自信不夠 在場上缺乏渲染力 然後看起來也不太說話 第三點 並且定點跳投的話看起來更擅長的是急停跳投 如果讓他作為一個定點射手的話 他看起來動作會比較僵硬一些 以及比較缺少半場進攻時的持球能力 那防守的話大部分是靠本能再進行防守的 可能需要更多的經驗跟技巧 那麼現在綜合看起來有幾點需要做調整 首先是要將他的整個控球可以訓練得更好一點 接著他本身可能外防不錯 但是防守穩定度並不高 所以這個地方也是要重點加強的 那速度他本身有優勢的情況下的話 那他的速度本身就已經非常快了 所以我這裡會把重點的運動能力加在他的持球加速裡面 因為看到選秀報告上面說 他相對而言比較缺乏半場的一個持球進攻 如果他控球有練起來的話 我甚至覺得他可以打到控球後握的位置 因為他打傷後握實在太掙扎 那不太可能的事情 好那這邊的話我們就先回到2018年吧 那當時馬斯隊陣容有 Demar Drossen Lomox Aldrich Dijana Murray Yagoperto Rudigate Dark White等等的球員 那這樣確實看起來好像沒有Lonnie Walker什麼事情 所以如意上這邊我們把Dark White 首先先給他交易到綠三軍那邊 這邊看起來作者的話 並沒有把所有薪資都弄得非常的正確 但我自己覺得也沒什麼關係 我們換一個Terry Rozier過來 然後讓他打替補控球後握 其實好像也還算可以 只是他這邊要再加Rudigate 好那就是五個次輪 去換對方的一個熱鬥保護 這樣應該還算可以 好 Rudigate打到控球後握 長到80平分 他前面還有個Forbis啦 那Forbis打三後握啦 你不要來擋我們加Lonnie Walker的路好不好 對對對 Lonnie Walker現在來到前發 那麼接著我們來依照當時我所期望 他去走的一個道路 速度本身不用給他加太多 加那個5就好了 那把剩下5全部都加在這個持久加速上面 原地灌籃的話我覺得他不大需要 所以我也給他加帶持久加速 那麼加速能力我給他來到7 並且給他加帶切入灌籃 因為前面也有提到他是不會具身體對抗的 所以讓他擁有籃下切入能力的話 我覺得也是挺重要的事情 那除此之外呢 我覺得橫向敏捷度可能多少也是需要一點的 所以體力可能來到8點 橫向敏捷度來到12點 那麼戰術方面 那些防守可以稍微低一點 然後擋拆防守我覺得他要高一點 他這樣子擋拆防守有差的話 這樣他作為一個防守者非常的不應該 然後防守穩定度果然是相當不夠的 進攻穩定度還相對起來好一點 那這樣看起來很多都要在練 我暫且只能先給他做這個樣子 接著就是基本功啦 哎呀這個就很麻煩了 身為一個有機會成為精英級別的防守者 那我自認為他的干擾投籃啊 超級這些他還是需要給他練起來的 但進攻籃板算了 我覺得他練不太起來 背藍勾授這些他相對起來好像還算能練 但還是先把他降低啊 主攻也可以不用太多 先給他加到10點的控球 以及大概8.5的超級 那干擾投籃這邊把罰球減下去 然後給他加在這個干擾投籃7.5 好像只能就這樣先將就的練了 他的訓練強度給他拉到... 我認為他體力夠所以我給他拉到高 我會看他的技術有沒有辦法承受這樣的一個訓練強度 然後我再來做一個訓練的調整 現在我們來到22層33敗 整體戰績而言的話我們排在全聯盟第22名 其實老實說擁有雙巨頭的我們 這樣的一個戰績實在是非常的不理想 但是我們現在的老尼沃克擁有74評分 那邏輯而言啊 迪媽獨爾森跟老莫克斯奧德里 可能不在我們的未來規劃之中 所以我們就乾脆在此此刻進行擺爛的動作 迪媽獨爾森可以換到的球員的話 說個實在話還蠻多的 就是我們要稍微想一下 如果可以直接要來這個 Georgett Allen 雖然我邏輯上他應該這個時候還沒那麼多薪資啊 然後還可以讓Patrick Belferle當作 Running Walker的老師啊 這個也挺好的對不對 只是前三說會保護 改成樂透保護的話我是可以接受的 我們來看一下 哦你不太死這個球員 嘿這樣子換我多讚你知道嗎 只是Spincer丹威尼這邊的話 就對我也有點尷尬 就是我好像邏輯上不大需要他欸 對我不太死也不是不能給你 只是...如果是這樣子呢 再加了Max Aldridge 哇他這個真是獅子開大口 哇全部換光光欸 哇好狠喔這傢伙 但這樣換太智障了 最後換個Laurie Markenden 再加上Auto Porter 然後Cat Barber這邊也把他換出去 這樣應該是可以的啊 那Aldridge這邊換出去的話 這樣換你應該沒有那麼虧吧對不對 樂透保護給你 然後賽爾體育隊的樂透保護 這邊也給你 這樣就可以接受了 兩個樂透保護給他們的話 我覺得是挺賺的好不好 好既然我們已經確立了擺爛之路的話 我們就來看看今年我們會獲得什麼樣的戰績吧 今年靜末的話 James Harden拿一個最有價值球員 Olenick最佳第六人 Yans at the Combo最佳防守球員 以及D'Angelo Russell最佳進步獎 Dark Rivers最佳教練 那今天馬斯堆還有分區第10名 並且Lawney Walker目前為止 來到74評分 並且Lawney Walker擁有74評分 但今年並不是非常重要 我們就直接磨擁掉 那麼1819賽界總冠軍的話 是我們的洛杉磯胡人隊 哇Lavron James剛加盟了 路漢基胡人隊的第一年 就直接拿下總冠軍 那今年Dark Novoski Tony Parker Jer Johnson等等的球員都要退役了 樂透的選秀 馬次隊擁有的是第11順位 好掉到第12了 我覺得也還可以 那麼在今年原始選秀而言的話 馬次隊第19順位選到了Lukas Salmanek 這位球員在馬次隊待兩年之後 就直接被棄用了 反倒是第29順位選到了Kelton Johnson 成為了馬次隊新時代的希望 我們要嘗試用第12順位 我們就直接選到Kelton Johnson 應該是沒啥大問題的啦 雖然邏輯上而言 確實啦 這個時間點選他有點太快了 因為其實前面還有蠻多好的選擇的 Salmanek的話我就真的不要理他 那這邊按照歷史選擇Kelton Johnson好了 那Bertice把他交一出去啊 那火箭隊去換這選擇拳 其實好像也還不錯啊 因為我們已經知道未來了 Bertice就是在當下 是一個非常好的4號位射手 但他後來就會變成一個垃圾合約 所以乾脆我們就先把他做這筆夾案 然後今年我們要有Kelton Johnson 那今年我們可以要來一些比較老成的2號位 比方說像是Patrick Beverly 確實是一個好的選擇啊 對我們薪資空間要做一個健康一點的啊 然後比方說像是我們的靈堂射手 Danny Green 底薪回來 OK Patrick Beverly回來了 那Perto這邊的話 你用大概降了一個薪水 看你有沒有機會可以回來 OK啦 剩下就在4號位多增加一些老將啊 比方說Harrison Barrs不錯啊 替補再來個Jer Crowder 現在我們Lonnie Walker的話 來到的是76評分 整體而言的話 喔 這邊正常都還算蠻快的 知道犯規的話來到的是77評分 控球這些來到83 防守也有做這個增強 就速度跟加速能力稍微掉一點 這個可能我等下再把他們加回來 但整體而言的話是一個正向的發展 那就繼續增加他的潛力吧 那Lonnie Walker的年紀我剛剛有稍微調整一下 我剛剛發現名單作者好像沒有把它調好 那接著Lonnie Walker的話 我們讓他跟Danny Green 學習底角三分球 壓制王 以及我們的外線龍手劍 這三個應該算是做一個3D形球最重要的東西 那今年馬次隊既然已經走向重建制度的話 我覺得今年戰績的話也不是這麼重要了 我們現在來到29勝25敗 而且我只讓Lonnie Walker看起來都有辦法維持住 這樣的一個訓練強度 而在速度上我可能是真的給他用太少了 所以我看他速度的話有慢慢下降的趨勢 但這個還是不能的 所以讓他回到9點 以及加速能力也大概回到8點 防守穩定度雖然有增加 但是還是非常微量 但我覺得也沒什麼關係啊 控球現在來到86了 86的情況之下的話可以稍微降低一點點 然後去多一點干擾投籃 不過馬次隊在今年的話有辦法擠進這個聯盟中段班 我覺得已經非常不錯了 那既然都這樣子來 看看今年有沒有機會可以進入到季後賽吧 喔 今年Stabby Curry的話 拿了場均40分啊 那現在這個最有價值球員 加馬倫最大新秀 朱浩德最大第二人 懷倫最大放到球員 Market Falls最大第五獎 而在今年馬次隊的話來到分區第六名啊 要來對決去年的衛冠冠軍 我們的洛杉磯虎人隊 那今年WALK的話已經漲到77平分了 三分球也來到78 不過前列值的話有來到B加 整體三分球部分的話有稍微漲到78平分 然後控球有維持住在86 外防的話還是可以有待加強 但是整體而言的話都還是朝著一個 蠻正向的方向去走的 那現在速度的話是89平分 我覺得可以再繼續往上 儘管我覺得很可惜 但我覺得今年我們應該贏不了亂金虎人隊的 對方的組合真的是很難打的 但沒關係 我們就直接過下去吧 唉唷 居然贏下來了 被馬次隊手輪淘汰那樣非常難過 而今年國防隊擁有Derry Fox加上John Wilson 哇這組合也是挺不錯的 但是這樣WENSON還是一個新秀 也不需要那麼在意 唉唷 這樣就直接被4比1啦 那看起來最後總冠軍的話 是我們的單瘋金怪隊 我們的Anson Davis 喔 他們今年也搞DJ連線是不是 哇 這連線組合無法輸的 太強了吧 那今年樂透的選秀呢 來吧 欸 最後的話是跑到第六順位 還可以 今年馬次隊選到的是Tayvon Vassil 他下一名的話就是Tayvoss Hartiburton 不過你要說馬次隊選錯嗎 我覺得倒也還好 只是確實當下沒有選到Halliburton 有點可惜就是啦 那今年的話既然可以選到Halliburton 那我們是一定選他的 畢竟在預知未來的情況之下 肯定是Vassil還要再高一些的 所以我們這邊改變了一下 自己當初所沒選好的歷史 那自己再選下去之後的話 這個Tayvossil就一定得要走啦 班尼換成Tazer Warren應該也還算不錯吧 那今年Nori Markner跟Loni Walker 兩個人的話都把他們要回來 今年底教練Mori可能是要要回來的 給他5年1.4億應該是可以接受的吧 然後George Allen Auto Porter盡量能要回來就要回來啦 他加入勇士隊啦 我看你 白眼狼啊這傢伙 但我們現在能找誰 找Wuchivich是不是 4年1.09億 我給你 我給你這樣 你接不接受 來 不過這樣看起來的話就是 我其他人要不回來啦 哎呀 你切 Auto Porter我把人要回來啦 啊你也不回來 你們很難溝通耶 好最後我就選擇Kaliburton回來了 好不好就這樣 然後底教練Mori的話86評分 然後Loni Walker77 他其實這兩年打起來的感覺都還算不錯 場均有大概15分左右 只是三分球確實還要再繼續鍛鍊 來看看他有哪些東西的話就是現在還不太足的 製造方規下降 主攻籃板這些我覺得還好 速度下降 不行啦 他那個錢一直都繼續掉下去啦 Kaliburton現在已經來到先發 那我們這邊的話可能稍微 陣容上來說好像還行啦 就只是在於說我們Haliburton有點可憐 不過他已經用了基礎的持球加速能力了 那比方說現在我可以開始往一些比較重要的東西 比方說三分球投射 傳球視野 傳球洞察力主要是在看別人傳球的時候做一個搶斷的動作 而整個球場的大局觀反而是我們的傳球視野 這兩個名詞有點像 但是事實上是簡單不同意義 接著再來到我們的技術吧 好今天的話我們要繼續來到21勝34敗 Loni Walker的成長似乎是停止住了 但現在我反倒有個非常好奇的事情 就是勇士對現在陣容長怎樣 那看起來他們在少了Claire Thomas的Kevin Durant之後的話 現在這個陣容確實就不怎麼樣了 但我覺得也無所謂 我現在覺得Haliburton繼續下降下去的話不是什麼好辦法 我現在得把Patrick Beverly交易掉 這邊可以換回一個George Hart 啊呀這是很賺很賺的事情 如果是Lonfer就算了 因為我覺得反正他可能在我們這邊很難打出什麼名堂就是 但是George Hart的話是真的蠻重要的 這裡的話就做這筆交易吧 那這邊的話我乾脆讓Haliburton去發展聯盟 因為他說實在的沒有什麼上場時間 他也蠻可憐的 好繼續模擬掉吧 新人Dora Mitchell拿最有教育球員 Bobo最佳新秀 Aphelix Samus最佳第五人 年紀Yanis at the Combo最佳防守球員 今年瑪士隊連季度賽都沒有進啦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Lonny Walker OK 78平分啦 就還是有在漲啊 但就漲了比較慢了一點而已啊 爵士隊今年很有機會可以拿總冠軍喔 喔唷真的是 Dora Mitchell 然後96平分 最頂的呢 欸 哇今年真的是MVP級表現 沒什麼大問題 那今年的樂透的話 我自己是覺得第六孫位可不可以再往前一點 好掉第八孫位 嗨 主題上就是第九孫位選Jerry Sohan之外 其他應該都差不多了 就選Sohan啦 沒什麼大問題啊 然後還有第十二孫位跟第十六孫位 這裡可以選到Mufferin的話 我們先先選 除此之外就是看有沒有機會可以要到Doran 欸有Doran OK啦 Keylon Johnson跟Lonny Walker兩個人的話都把他留下來 今年唯一的目的就是續約回Lonny Markkinen就可以了 其他的話就不太需要管了 那今年Lonny Walker的話 目前為止來到77平分看起來已經有點微微停滯住了 他好像就只能成為一個綠葉型球員 除非我讓他打控局後衛 我看到3號位可以漲嗎 到79平分好像可理解 但也就還好 看來他除了速度快之外 我覺得他好像很難有太多成就 我開始來練他的運動能力好了 因為我覺得他加成力的話好像沒什麼用 現在Doran No.2已經是一個全明星球員 但是可以看到我們Lonny Walker 目前為止好像還沒有太多的成就 那我這次讓他的強度只來到中等 我希望他可以稍微適應一下 他整體訓練的一個強度 那今天的戰績還是一如季永的22勝32敗 但至少我們家Lonny Walker已經拿到78平分 雖然大夥們看起來心情都不大好 但我覺得沒關係 那今年我們在季度的話 大概還是拿下24勝30敗 嗨就...就普普通通啦 他覺得明年的話想要去其他地方打球 我覺得也算合理 然後Lonny Walker的話 到時候就看他去哪個球隊 我就跟他哪個球隊 今年既然是在瑪茲最後一年 還是來理解一下 他應該怎麼樣鍛鍊才是最好的 如果讓他做一些干擾投完的話 可能覺得不太... 不太有用 跟他練超級 空局再加一點 其他的話我覺得 我鍛鍊的方向是沒有太多問題的 純粹在於說他潛力值太低 沒什麼機會可以練起來啊 今年當局已經拿下大三圓表現了 現在以時間走遠的話 是2021-22賽季 Jerion Green最佳新秀 FN7最佳第二人 以及Jerion Green最佳防守拳 哇... Azen Edwards就要這麼講 今年這走向我著實看不懂啊 好吧 那今年我們也無望啦 Lonny Walker 來到719平分了 在這個情況之下 他去自由市場 應該還是有不少人想要他的 既然都如此了 就讓他乾脆來到3號尾啊 我們就來看一下 他在今年在自由市場裡面的報價 會是哪些球隊要他 那這裡的話 我就讓球隊自動調整啊 來看一下最後的話 他會去哪個球隊吧 最後 Lonny Walker 還是選擇留在我們的聖竿尼奧馬次隊啊 但我覺得這個球隊我挺擔心的 我只怕Colin Seston來了之後 就肯定沒有Lonny Walker的位置 看來我們現在後場的話 可能要進行一個終極煉骨大會啦 不過我們的4號位 現在看起來也是競爭激烈啊 Evermobley要跟Lonny Walker來爭先發啊 那麼在下一集的話 我應該會嘗試把Lonny Walker接入到其他球隊 因為我覺得馬次隊可能已經不太適合他了 他在馬次隊待在這4年以來 長均雖然都可以得下大概14分左右啊 但是你要想一件事情啊 他的整個馬次隊的話 就只能排在第三號的一個得分點位 而且要說防守球員來說的話 他其實做的也沒有特別好 長均也大概就是0.70.8顆超級啊 所以我覺得待在馬次隊的話 對他來說並不是一個永久之計啊 不過今天因為時常關係的話 所以我們今天影片的話就先到這個地方 也感謝各位接近的收看 那如果各位喜歡這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燈時速關注我們最新的影片動態 那如果想要持續知道Lonny Walker 未來可以成長到什麼程度的話 都一定要點在下方的訂閱按鈕 並且開啟小燈時速關注我們最新的影片動態 那我們最後的話就下部影片再見囉 各位掰掰